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克 視頻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期待已久的晉級的伊芙林節目企劃第二彈 終於在今天晚上八點半登場了 不是說好下午兩點登場嗎? 我早早就按預約了 OK,希望這次的影片呢 沙克其實在看完之後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觸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閃逸是個非常用心的團隊 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動 尤其是這一次跟新世紀福音戰士的活動 真的,我覺得這個活動做得很好的話 應該可以說是重裝有史以來最棒最棒的連動了 第一次也可能是最棒最棒的連動 因為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劇場版 將會在今年暑假 也就是在今年的時間點 某個時間點就是會登場 而剛好暑假的時間 重裝戰記也要進軍日服 所以我覺得製作團隊真的很聰明 太聰明了,選EVA真的是正確的選擇 希望這一次的連動能夠把重裝戰記的遊戲 再帶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去 今天沙克就來帶各位一起來看 晉級的伊芙林節目企劃第二單當中 原廠大哥們所提供的一些資訊 然後再加上沙克一些個人的建議跟見解 就到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重裝戰記 皆さんおはよう 團長們最喜歡的伊芙林要來囉 在團長大人們的期待之下 晉級的伊芙林節目企劃出第二單囉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原廠的項目主負責人 來針對團長們的問題進行答覆 同時還會建立版本的最新情報喔 最盛大的挑戰內喔 最新的活動玩法 以及最不可錯過的知名能動即將來臨 當然別忘了還有滿滿滿滿的福利 準備好要先給伊芙林來支持 重裝戰記的團長大人們唷 接下來就正式進入節目環節囉 讓我們歡迎重裝戰記 原廠項目總副負責人 瑞德出場 哈嘍大家好我是Red 我是重裝戰記項目的負責人 一直以來感謝大家對重裝戰記項目的支持 這次終於輪到我和大家見面了 首先呢伊芙林想要問一下團隊這邊 有沒有什麼新動作 或者是好消息要告訴各位團長呢 這段時間以來呢 團隊一直在準備一個全新的版本 這個版本中呢會包含全新的內容 全新的玩法 以及一個大家耳熟人詳的動漫IP的聯動活動 啊我知道我知道 是EVA聯動對吧 沒錯 這次聯動 我們聯動的是EVA新劇場版 徐和Paul兩部 在聯動版本的製作過程中 我們力求最大程度的還原 IP的氛圍 同時與重裝本身的美術風格相結合 比如說在設計本次活動的活動界面時 考慮到重裝的UI風格 是以基地車的指揮室為藍本 進行設計的 為了保持這一貫的設計思路 我們參考的入場版中 Live總部的操作系統 複刻了一個Live總部的操作系統 喔各位 我覺得這個超級讚 真的 這可以說是UCI重裝戰機活動設計界面 最棒最棒最棒的一次 哇 真的很漂亮 真的 我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製作團隊在做這個設計的用心 哇 真的很棒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幾乎是完美的還原了EVA的指揮所的所有的細節 跟UI界面 真的非常優秀 我覺得這個可以 這個真的很棒 做系統 剛做普通界面 呈現給大家 連這個機庫都這麼的還原 真的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玩家在體驗時呢 既能感受到EVA的色違 也能在內的邏輯上感受到重裝一貫的美術風格 那角色部分是以什麼概念去做設計的呢 在角色設計上 我們注重的是角色本身的性格 及他在劇場版中的表現和名場面 再結合到中裝本身給出對應的角色設計 比如說明日香的大招是個飛梯 這個設計的源自呢 就是源自於劇場版破獲中 明日香出登場時的名場面 另外 要怎麼獲得這些角色啊 大家最關心的角色獲取方式上 我們也考慮了本次活動 角色中毒 全讓大家抽 肯定是不現實的 壓力會比較大 感謝源廠大哥 感謝源廠大哥 當然啊 如果有些角色可以用抽了 我也是可以接受 真的 因為我覺得小團隊的用心呢 真的值得我們課金去支持他 真的 所以呢 重裝戰機歷史上 第二個男性角色真詞 及他的專屬集獎 初號集 就會再通過本次聯絡活動 直接送給大家 哇靠 我有沒有聽錯 直接送角色耶 哇 而且還是直接送初號集 其實薩克一開始在 預想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初號集應該是主角機體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 大獎 應該是大獎才對 結果哇 居然是送的 而且他居然有提到 重裝戰機遊戲 第二個男性角色 而且是直接用送的 哇 好啦我覺得可以 而且讓我蠻訝異的是 初號機居然是近戰機耶 近戰機 因為理論上來說 明日香的二號機 會比較像是近戰記憶體啊 但是 初號機 好啦其實初號機的定位很模糊 初號機可以遠攻 也可以近戰 又會暴走 好啦給近戰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哇 大手比賽的角色和機甲耶 那怎麼樣才能拿到啊 活動期間 通關相應的副本 完成相應的任務 即可獲得 感覺這次的玩法很多樣 也很有帶入感耶 一副連血液裡面的英雄魂 感覺都快要有線出來了呢 AI有血液嗎 你想試試看 試圖的下場呢 那不必了 這次的連動真的是充滿誠意呢 不過號稱最盛大的開板 它不會只有這個連動而已吧 這個連動 真的太有誠意了 當然不可能這樣啊 為了回饋大家 我們這對新用戶和回規用戶 都開啟了特定的活動和福利 哦 什麼什麼 有福利 看看看 繼續刷下去 對於回歸用戶來說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最想當前的版本 因此我們的回歸跟蹤獎勵中 會包含當前版本中 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乾的 才能獲得的伊芙琳專屬機甲 和馬克力特專屬機甲 這兩台機甲 薩克有幫哥確認過了 有些好像沒有雙詞綴 但是基本上 它的詞綴都是滿的 都是滿級的詞綴哦 而且它的詞綴的 也都是固定 也都是固定的 當然啦不確定可不可以用 異端話去刷 但是 它直接是送你整套雙詞綴 而且是一集就可以穿60等機甲 所以新手 拜託把握這次的時間 一定要玩中裝戰機 現在是最好回歸中裝戰機的時期 同時呢 我們還會包含大量的抽卡資源 其中有30抽的精英推薦性 和50抽的精英之螺絲 總計有80抽 最關鍵的是 當你完成這次七日登輪之後 我們還會送上7天的月卡特權 幫助這些玩家提升他們的體驗 剛剛說了30抽的角色金卷 跟50抽的金螺絲 上次的薩克影片有提到 不建議金卷 就拿去抽這次泰西亞的角色加倍池 原因是因為泰西亞是可以 泰西亞是可以在普通招募招募到的角色 但是呢 你50個金螺絲 薩克會建議你說 可以去把泰西亞的一體技給抽出來 因為泰西亞是幻神 泰西亞這個角色沒有一體技的話 很難凸顯他的強度 所以剛好這一次 福音戰士聯動前出了泰西亞的加倍 會強烈接近新手 去把一套泰西亞的一體機抽起 上部影片就有講到了 為什麼 因為你泰西亞之後一定拿得到 但是你的一體機是限定開發 你這次不抽 你又要等很久 才有機會抽得到 然後呢 七天登錄的月卡權限 就是你每天基本上就是會有30個金石可以拿 這個不無小補啦 不無小補 但是薩克會覺得說 重量戰機這個遊戲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玩的話 技卡一定要買 技卡幾乎可以讓你就是 不缺金石 金石真的會讓你完全不缺 金石的用途很多 其中有用途就是拿去買散滑 散滑模組真的 超級滑金石的 對於新手玩家來說呢 本次活動開始後 我們會開啟一個全服的經驗級加成 在加成中呢 經驗級獲取的效率和上限 都會比平日高很多 升級也會變得非常迅速 在活動中呢 會以一個非常迅速的速度 去追上目前大量的玩家的等級 可以 這個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重量戰機基本上是個60級 才會開始真正進行的遊戲 所以能讓新手玩家快速入坑 快速追上大佬的等級 當然啦 機體的數值可能沒有辦法追上 練度可能沒有辦法追上 但是基礎等級追上了 讓你可以去找60級的裝備 這個真的對新手非常非常有幫助 尤其是基地車甚至更多 你比如說製造啊開發啊 那些開發出60級的裝備 晶片等等 真的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決定 哇一次就給出這麼多的福利喔 他上面記得趕快快速過就沒有了呢 不僅如此 本次更新呢 我們還上線了全新的天賦系統 天賦系統是為了解決當前版本中 戰機統治化比較嚴重的一個現象 特別涉及的一個全新的系統 這個系統中呢 每一個戰機都會有各自的天賦數 點亮天賦數可以增強他們的屬性 或者改變他們的技能機制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玩法 如果一直關注重量 天賦系統 一開始薩克其實對天賦系統 有一點點失望的原因 是因為我好像沒有看清楚 整個天賦系統的全貌 但是我相信啦 閃逸應該有聽到所有玩家的回饋跟意見 應該有大幅的修正天賦系統 像他剛剛有提到 大哥有提到的就是技能機制的改變 或許我們在點亮天賦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改變角色的定位 其實我覺得 我這個這樣子的話 我會非常期待天賦系統 正式實裝的一天到來 那也聽說無亞大有提供消息說 經驗值天賦系統的那個什麼 材料關係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讓中央戰機 邁向多元化的一大步 值得加賞好了 值得加賞 真的 中央戰機的朋友呢 一定知道 這個天賦系統在其他地區的時候已經提前上線了 當時有很多人家都給我們提來非常中肯的意見 這些意見呢 在本次更新中將會實裝 比如說天賦數技能的預覽 不同角色 天賦點的消耗 調整 這些都會在當前的版本中提現 環體版本上線之後呢 一定也會有很多的意見 在留言呢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即時購物的反饋 讓我們做出調整 沒有問題 這個我絕對會做 基本上薩克非常非常愛中央戰機這個遊戲 只要有中央戰機任何玩家的回饋 或是我感覺到的一些問題的話 我基本上一定會做成影片回饋告訴大家 也希望就是原廠大哥們 可以的話 就是多聽聽大家玩家人的心聲 不過我覺得審議真的有在聽 此外 我們與小萌上映會決定 將之前一掌號機有一次的手衝雙倍活動 進行重製 以感謝各位團長 以及以來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喔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課 真的 雙倍的貿易券 真的非常非常賺 真的非常非常賺 雙倍貿易券非常賺 各位一定要課 如果你想要實裝 你想要將來有大量的貿易券 可以去買你想要的皮膚啊 甚至一些禮包啊或什麼啊 真的我覺得可以課 雙倍儲值這個很棒 可以 另外這次也規劃了一些特定的禮包 比如可以自由選擇指定道具的特製禮包 為新手玩家提供的優惠新手禮包 以及為回歸玩家定制的限時回歸禮包 手足雙倍充製 訂製禮包 還有 新手集回歸禮包 歐欠了請錢 但一不零真的需要那個酷東西 抱歉姐姐 我也需要那個酷東西 其實我覺得訂製禮包這個很棒 訂製禮包這個 idea 很棒 讓玩家可以訂製自己洗面想要的內容 然後讓你更想要課金去花這個禮包 我覺得可以 按照需求論去設計的東西 還有新手回歸的獎勵禮包 只要內容不要太差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不錯 像中央戰機一開始就有一個 用一張貿易卷買的 那個什麼 新手禮包 我覺得那個就很棒 真的希望這種東西以後 原廠可以多出一點 真的很香啊 真的禮包就是香啊 聽完了以上的介紹 團長是不是迫不期待 超級新的呢 能得待到出場一次 那依福林也要趁著這次機會 好好採訪一下才行喔 首先 依福林很好奇 為什麼就是會想到 要跟EVA進行聯盜呢 在競技的依福林第一期中 駱駝和墨女人也提到過 我們是一個深度的 艷型愛好的人 團隊中有很多人都擁有自甲墨 說到機甲就不得不提EVA了 之前在粉絲團的調查中 大家對EVA的熱情也是很高的 團隊也覺得EVA和重裝的向性 特別好 於是呢 我們就計劃推進這個聯盜了 為了讓團長們 能夠更好地感受 機甲的魅力 讓重裝和EVA更好地融合 團隊這次也能下了很多的功夫 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去製作這次的聯盜版本 希望各位團長能夠好好享受 其實這一期的內容 也是根據先前 伊芙林收集的意見而製作的 我們的伊芙林也是功不可沒的 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像之前薩克有反應就是補師的問題 然後閃逸最近出的那隻新的角色6月 其實就蠻創意的去改善了補師弱勢這一塊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覺得閃逸一直以來都有在聽取玩家的意見 也很感謝小編能夠幫人家收集意見去回饋給原廠 真的非常非常棒 嘿嘿 團長大量能提的建議 伊芙林都有好好反饋的唷 另外伊芙林還有收到許多團長的回饋 覺得近期的活動形勢太固定 希望能有序點呢 這部分想要偷偷問一下 研發對於後續玩法有沒有什麼規劃呢 這本來是不能說的 那我現在就偷偷一點點吧 目前以及下半年 會有一個大型的活動大家見面 哦 並且同時呢我們在策劃國戰版本的玩法 希望能夠給各位玩家帶來更多元更有趣的遊戲體驗 不過呢 以上的這些都在策劃案中 還請大家保持期待 好好想好 國戰的話基本上就是有點PVP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太像是真正的PVP啦 應該是選邊戰之後 比如說小黃國小藍國小黃國 然後玩家們選一邊戰之後呢 類似推關卡打積分那種積分制度 但是呢 有鑑於迷之塔的排行榜 之前的積分問題 我覺得官方在設計這個系統之前 一定要再三的思考 好好的想一下 真的因為 這有關於利弊上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是個突破 我覺得很棒 這是個突破我覺得很棒 我給讚 還有我想小抱怨一下好不好 除了出國戰形容之外 拜託這個主線劇情 真的 薩克很在乎的就是中央戰機的世界觀鋪陳跟劇情 真的劇情這個方面 如果可以的話 好好的搞定它好不好 第七章只有兩段劇情 真的是 這讓我很對 讓我很失望啊 關於最近的問題 如角色技能跟說明缺少 不方便玩家理解角色與技能 相關關心活動資訊沒有提前預告 長處活動後期形式透過固定等等意見 團隊都已經有收到 非常感謝各位團長們的支持與APP 團隊會根據這些意見 建議進行優化與討論 團長們的建議與新生 一福林會努力轉達的 團隊也會繼續努力 一定會給玩家帶來更好的體驗 和更多的福利 哦 這是月長大哥自己說的 那一福林有盡量要求咯 福利 福利啊 快點幫我們爭取啊小便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要求 早就準備好了 光看數達到一萬五 送五個精靈劍就要OK吧 報告月長大哥 才這點東西一福林不會滿足的呢 啊 你是只給團長大員們的額外獎益對吧 加好了 和上期一樣 如果本篇在七天內 官員人數達到兩萬 我們將會額外送出五個精靈劍 再加上三個活動抽獎道具 哎這個跟當初說好的不一樣啊 好了好了 我個人再加碼 突破了兩萬五 全服送五個活動道具 和十個精靈劍 這樣可以了吧 好可以 這樣吧 不確實中中的看法子 還是大哥最棒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大哥最後還有想要跟團長們說什麼呢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若有其他對於遊戲的建議和想法 也希望大家能告訴我們 大員們繼續支持重裝戰記 OK 那這期近期的伊芙林就到這裡結束囉 針對這一期的內容 團長們還喜歡嗎 歡迎隨時追蹤官方粉絲團 立馬掌握第一手最新資訊 如果對近期的伊芙林節目系列 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也歡迎隨時留言告知伊芙林唷 我是伊芙林 是他上的最喜歡的小可愛 那我們下一期見囉 超棒 我覺得這一期的內容 真的就是滿滿的乾貨 真的太棒了 閃逸的大哥我真的 喔我很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 我光看到那個EVA那個介面一出來 我完全就感受到那個用心 真的太棒了 真的 閃逸我覺得 這是我有史以來 第一次就是會去誇獎一個手機遊戲 真的手機遊戲真的 重裝戰機真的是我遊戲啊 玩過就是最棒最棒的 機甲類的手機遊戲了 沒有 除了他之外 應該是沒有任何一個機甲類的遊戲 手機上啊 可以超越重裝戰機了 各位影片轉發好不好 真的這一期的內容真的太香了 太香了 真的香到翻掉啊各位 七天兩萬五 可以我們讓它爆炸 我們讓這個數字爆炸 真的 我們一定可以好不好 重裝戰機 我覺得這 光這個製作團隊的用心 我覺得這個遊戲就應該讓它火起來 真的 讓它火 讓它火 真的 我一定會 薩克之後一定會 薩克之後一定會提供更多的建議跟想法 然後並且把他們都拍成影片 也會跟群組內的所有大佬 以及玩重裝戰機裡面的所有大佬的討論 關於這個遊戲的一些問題 然後把他們統整出來之後呢 做這個影片 回饋給原廠跟廠商 甚至回饋給小萌 因為我覺得 唯獨這樣子 有玩家跟廠商之間的良性溝通 這個遊戲才會持續廠商久久 然後呢 我們才會願意花錢去贊助 支持這樣子這麼好的廠商跟遊戲 OK 我是薩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肯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用力的分享這一期 第二期進擊衣服人的影片好不好 各位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